日落 你聽 morgen你意思金黃 因為我的心蓋子 她們的角色她們比我家中大 然後她們們都在旁邊 他想要生意我就幫幫忙擁有生命 所以他對我一種依賴 基本上要我們兩個後來幫忙 所以這樣的話 對 給你不知道 麻煩包羅波卡是另外的一件 這是沒有交代 你跟我說這句話 你剛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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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真的不說 所以那一種影子離開之後 好像影子已經安排好 要鄭蘭以後照顧他 所以有這個意味 所以鄭蘭這個角色也是 特影子幫忙這個文章旅館 幫他修復 教過他在這裡思念 有一種兄弟情誼 這不是影子叫他來 我一樣有優秀 一星期再生一次 你們兩個有優秀 美卻不是一個把人生想得很複雜的 我怎麼不知道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喜歡自然的人 那就是在那個姻緣際會裡面 然後他 他選擇阿榮 也許有一部分是應該說他選擇自然 整個環境 他的男人 他的家 可能就是對他來講 是時不時來的暴風雨或土石 可是他就是還很疑然自得的生活 有愛的眼神 愛的眼神 舞蹈一點 你是不是不要弄 你是不是不要弄 你不要弄 一開始我來的時候 我是失戀的來嘛 對 然後 他等於說是 在一種低潮的狀況中出走 那出走的過程當中 遇到阿芬 那阿芬的一個支出來的性格 反而彌補了阿佑 他整個個性上面一些 不敢各安 沒有大能的小型 個性這樣 好巧喔 他跟阿芬的話有點像 雞母裡面的凹跟塗 所以當他們兩個人 遇到一起的時候 很自然就會有一種 一種化學效果 馬上就發笑這樣 對